接著是第五位提問的選委 來自會計界的蔡啟昇先生 蔡先生 兩位候選人你好 我是會計界的蔡啟昇 我想提問的就是 你們都有在政綱提及過 多元經濟 但是政府的多元經濟政策都是失敗的 我想提問就是 你們兩位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政府失敗的原因在哪裡 以及你們有沒有新的建議 謝謝 或者是馮檢基先 我都希望你手上有我這份政綱 其實我有提及如何處理一個多元經濟的做法 第一就是成立500億的新產業的發展基金 頭那兩項是綠色經濟和創意工業和IT 當我們這兩個開始上位的時候 我就會有第三第四第五項的產業 陸續地放上去 成為可以多元的經濟出現 第二個做法就是 我剛才有提及過是先參與後退出 就是說我用過馬英九的例子 剛才也用過IT的朋友邱三文的例子 我不重複了 這個是可以成事和已經有成功例子的 為什麼以前失敗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是大市場 市場是小政府的嘛 大市場就是市場大了 市場話說是 縱使曾蔭權三年前提出六大產業 就站在那裡等 以為那些市場老闆自己肯拿錢出來呢 虧本都做 原來市場沒有錢賺是不做的 當然我們不是要亂那份錢等他們賺 賺得合理 賺得公道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要建立平台 所以我覺得 大市場小政府 這個要隨曾先生下台 同時撕了它 我們要的是先參與 後退出 逐步逐步將我們的產業 擺上我們的城市國際都市裡面 讓我們國際都市享有多元的職位 多元的人工 高薪的人工 讓我們打工的能夠看到自己的前途 好像我們三、四十年前 我們打工只要肯博 只要肯拼 我就見到出頭天 我們需要的 就是一個公道的城市 好 多謝你 何俊仁議員 其實政府以往 提出這個多元化產業政策 你看看文獻有二十年的歷史 但是為什麼什麼都做不到 其實有一個文件就是 1990年出過的 就是怎麼能夠多元化我們的產業 為什麼失敗呢 無心無力 那些公務員坐在那裡 就以為那些人來到香港就是投資的天堂 就要來問那些公務員 好像要敲門 問他們拿機會 而他不是本身很積極地去爭取那個市場 爭取投資者來到香港 他的積極性遠低於南韓 新加坡 或者台灣 最好的例子 最好的例子 我舉出這個例子 你就明白 為什麼香港失敗 1998年 有一間 全世界 數一數二 最大的 做這個 集成電路硬件的公司 叫漢鼎 大家知道 來到香港 找我們的 特首 說 喂 想來香港 來設廠 有沒有什麼政策 當然 我不是說來到 就特意要為他量身訂造 但是起碼 如果有這麼大的一個廠商來到香港 有興趣 投資的話 你應該好好地研究 然後提供 一套 工業界 或者做這些硬件的公司 是有興趣參與的 一個進入市場的規則 包括到稅務優惠 稅務假期 土地 某程度的 低租 那這些都是可以做的 但是他沒有做到 就讓他很快就選了上海來投資 這個是我們失敗的地方 所以我們的心 是要清楚 制定好的政策 然後呢 就是政府有積極的角色 來主動推動的市場 這是重要的 有些事情 參與了可以離開 但有些事情未必那麼容易離開 比如好像環保產業 我相信你好像做回收 我相信可能都要 政府有一段時候 都要長期 甚至是長期支持這個產業 因為這個產業 也有社會效益 那裡 多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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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究竟你們可不可以 將這些問題 正式提出一些答案呢 現在等 傷殘性的宿世很多年 幼兒院的宿世很多年 我們有這麼多百億 這麼多萬億 為什麼不用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呢 多謝各位 誰先呢 章先生 我先回答 沒什麼所謂的 其實 誰想回答 就回答 很簡單 我非常非常之 認同陳友興你剛才的說法 其實香港是一個這麼富裕 我們的財政盈餘 這麼豐厚的社會 仍然出現了 這麼多弱勢社群 都受不到合理的關懷和照顧 這是我們香港人的恥辱來的 沒理由 那些傷殘人士的宿舍 還要七年多 都還不可以進去 很多人呢 尤其是老人家 需要護養的那些 根本是 等不到 就已經離世 這些東西我們是不能夠 也不應該 讓它繼續在香港 出現的 繼續發生的 這些不公義的東西 是要徹底去改變的 我們覺得 還有很多對弱勢社群 包括到 好像少數族裔都是一樣 只是語言問題 大家看到 那個教育制度的不公平 使得很多人 是無法能夠 進入大學 甚至是投考 公職 這些很多是需要 有一個徹底 全面的改善 其實這個平權政策 是我們 民主黨 一直以來提出 一個方向來的 這個平權就是 確保弱勢的社群 包括到 這個 傷殘人士 少數族裔 以至到 這個 老弱傷殘人士等等 都要受到 一定 應該有的 關謀來照顧 這些 我相信 我們是有很清楚的 國際標準 我們香港沒有理由 要低一些 國際標準 所以 這一定是我們社會的共識 共同努力 去體現 這個社會公義 好 馮劍基議員 我首先向 即是說我政綱 可能沒有提到某些事情 你而有關心的 我是向你們致歉 因為我政綱 主要講五個部分 四個部分是全港性的 方向 原則 價值觀 要改變 可以怎麼改 要怎麼改 第五個就是一個是 綠色 移居 低碳牌的社區 包括新社區和舊社區 的電影建立的方法和過程 因為我想希望透過這次 我們初選期間 因為我們如果真的要選的 還有兩個月時間 其實陸續還可以 不同的政綱出場 但是這幾個新的題目 很多的內容建議 而是我經過差不多一年半載 跟很多顧問 有關的職業人士 談回來 我覺得這次我為什麼要參選呢 除了我們泛民初選 鄭博士剛才講過的目的之外 我真的希望 大家看到我很認真 搞這次的選舉 我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將我三十年來 參政 在市民的工作 的經驗 是化成一個願景 化成一個政綱 一個政策 一個執行方法 而我希望今天提出來的 甚至大家可能未聽過 我在以前的辯論 立法會的討論 甚至我們民協自己的 政策文件裡面 可能都沒有的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現在香港的民生問題 是一個臨界點 我們真的需要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去講出 我們香港將來要怎麼走 要講這個方向出來 如果我是將殘暢人士 稅務 很多的問題都擺下來的話 我就講不清我剛才 我想講的那些東西 但我保證 莊成友女剛才提的問題 其實相當多 我在平基會 講著做著 推行著 逼著政府 不過我在今天的政綱裡面 沒有寫出來 不過我希望 我知道你的同事 其實有參加過平基會的工作 都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多謝你 好 法律界的查錫我先生 兩位候選人你們好 我是法律界的查錫我 今屆特首選舉 大家都同意 仍然是一個小圈子選舉 我們泛民的候選人 勝出機會是等於零的 不過話雖如此 我相信大家都期望 即我們的候選人 就不只是停留在指出問題的階段 或者只是批評的階段 而是能夠拿出切切實實的一個方法 去解決問題 我剛才兩位都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的深層次的問題 請問兩位 你們有什麼好的方案 可以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的問題 或者請Albert 何俊仁先生答答 好 多謝查卿 當然深層次的矛盾 是體現於很多社會的不公平 不公義 包括我剛才所講的 這個地產霸權 金融霸權 以至到公用事業的霸權 但是造成這些霸權的存在 造成了社會不能夠對他們 作出有效的制衡 就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公平的政治制度 一個公平的政治制度 就是容許市民能夠參與 透過一個公平的選舉 選出我們全部的立法會議員 廢除 一些有特權的功能組別 以及 真的一人一票選出我們的特首 不要有一個高門檻的提名 不要有事先的篩選 當然民主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良方 世界上也沒有一個這樣的藥方 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不過民主 起碼給政府 有充分的授權 民主是確保 執政的人 是要交代負責 以及真是 以民心 作為他施政之本 這是最有效的方法 以及做得不好 將他拉下台 爭取民主 爭取民主 就是最有效 能夠幫助解決這些深層次的矛盾 什麼叫深層次的矛盾呢 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說 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看法 如果你看我的政綱 我這份是提了四個 一個就是房地產 其實是市場的問題 我剛才講過不重複了 第二個是貧富懸殊的問題 為何會造成貧富懸殊呢 有人有能力做工 他沒有工作 有人有工作 他的收入很低 有人有工作 他收入可以非常非常之高 這個是不合理的情況之下 可以怎樣處理呢 我提供他的答案 第三個就是長者的問題 我們越來越老化 到2030年 大概是兩成幾三成的人 是六十歲 六十歲了 第四個就是 我用了正面去看長者的問題 希望大家看看我長者的政綱 我不是只是講 長者好像我們的包袱 講這個錢 那樣錢都要給錢 其實長者有很多積極的價值 我們應該是讓長者 能夠用他的積極的價值 讓他的生命 讓他餘下的時間 還可以活出彩虹出來 第四個就是政改 政改給大家知道 基本的規定 香港和內地 同時大家都有 贊成權否決權 如果大家都真的要香港一國兩制 的話呢 我覺得雙方都要真的坐在 在未來的特首的一屆裡面 都要局出一個大家認同的政改方案 包括是普選特首 沒有篩選的障礙 2020年最遲 能夠是立法會 是普選我們的所有立法會員 是沒有功能團體選舉的 如果不是的話呢 大家的爭拗 其實中央政府都知道 再這樣爭拗下去呢 它是在破壞整個香港的城市 這個不是一國兩制的問題 整個香港城市都被破壞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 一定要提出一個可行的方法 這一份是我剛出的政綱 就是怎樣將一個舊區 和一個新市鎮 是將它的生命活出來 我們需要政府 綠化新的社區 舊的市區 而讓市區的人 是綠色 移居 低排放 安全 舒服 和有自由 這個就是我提出 這個第五個的深層次的矛盾 現在的舊區重建不行的 現在的舊區這樣做法不行的 也都請大家參考我的政綱 謝謝你 會計界的梁繼昌先生 兩位候選人你好 我是會計界的梁繼昌 兩位在政綱裡面 都提及那個政制改革 就是2020年 就取消所有的功能組別 但我們現在2012年 就有35席的功能組別 那究竟具體上 你們怎樣可以給一個路線圖 來說服我們2020年 是真的沒有功能組別呢 這個問題分別是 是給何長先生和馮敬基先生作答的 多謝 好 何長先生 首先呢 是要很清楚 是講明自己的立場 和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強烈那個 那個 要求是甚麼 我覺得 要做到這件事呢 就是 當然是要清楚界定 普選 就是真的 要補及平等 適用於提名 參選 以至於投票權 這就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們能夠是 有這樣的普選的概念呢 功能組別是 不可能存在 應該全面廢除 那也是特首的選舉 我剛才說了 那個提名呢 絕對是需要有一個低門檻 一定要比現時 更加低 還有絕對不能夠 又好像現在我們地區那些 香港區那些人大選舉 先細一次 選剩三兩個 給你們選 這也是使得 沒有一個競爭的意義 還有呢 可能將不同政見的 候選人 將他平除於局外 好了 要怎樣做到呢 我覺得 我們在未來日子裏面 先要定立 一個目標 很清楚的路線圖 然後呢 要一次過立法 我們希望能夠爭取到 在2013年 1213年 繼續 跟特區政府 和中央政府 要繼續 來到呢 是全力爭取 透過談給你好 亦都是我們透過議會 裡面的壓力 透過民間的運動 要希望一次過 能夠定立好 這個路線圖 但是要使得香港 有一個清晰的發展目標 這樣才可以長治久安 我還有58秒 所以要精簡 我是用了普選聯的方案 我是支持的方案 其實這個方案 我曾經拿去見特首 也見中聯辦 是伸出我們普選聯的想法 就是16年呢 我們用沖淡的形式 只增加直選議席 不增加功能團體議席 2020年一次過 取消了全部功能團體的議席 這個就是令到2020年 可以有全面的補選 多謝你 社福界的邵家樽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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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